请不吝点赞 你看不懂我的剑招 我为什么要看你的剑招呢 你我之间一战无可避免 知己知彼不是胜算更高吗 胜负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享受过程 不然 我不会为了跟掩铁心一战 而答应吴仇为豪侠做事 对啊 还自掏腰包 付了诸葛昌明两万两呢 在你看来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打败天下最有名的捕快 先杀我爹封身豹 再败掩铁心 这样就可以证明 你这天下第一杀手 已打败了天下所有的捕快 官府与朝廷 谁都奈何不了你 封身豹是死在我的剑下 你找我复仇也非常合理 我只希望 一切在公平的情况下进行 你当年暗算我爹 就绝不公平 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我当年只有十五岁 怎么会看见 是我娘告诉我的 是你娘亲眼看见的吗 是我爹的弟兄们告诉她的 那就不是亲眼所见 怎么断定是我暗算她呢 我告诉你 她就是死在我的反手剑之下 反手剑 不错 所以真相如何 你也应该了解一些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你可以不相信 但我知道 你也很忌惮我这一招 你是我肚里的虫吗 那一天 我一个人在对付那几只蝙蝠 突然感觉身后有一股极强的杀气 后来 有人自厚偷袭 我一箭杀了她 可那个人却没有杀气 所以我肯定 是由你 或是由关玉楼发出的 为什么不是关大子 关玉楼武功虽高 她心中却只有爱 她日行一善 就是为了让她师妹回心转意 她每天活在爱中 怎么会有杀气 所以那天我就知道 是你要杀我 可你看到我那一箭 并没有行动 我就知道 你还没有想出破解的方法 那又如何 看好了 看好了 是把她的剑法精药全传授给我 这样一来 她的剑法在我面前已全无秘密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卑鄙小人的心中 是令我奸计吗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看清楚了吧 反正剑锦髓我已经使给你看了 踏日我俩交手 就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我不会因此让 我不需要你让 杀得到我是你的本事 平常的剑技光明磊落 乃君子之剑 封衣镇也是一个正直的少年 为什么两个好人 偏偏没有选择的只能活一个 今天的天气好像特别的好啊 希望诸葛超明早点把神火非鸭的图案绘好 我们就可以拿回去交给几位元老 任务也就大功告成了 怎么了 我怕封衣镇和平常之间的一战 还是无法避免 既然是无法避免了 不如我们还是享受这美好的一天吧 这绝不是最美好的一天 为什么 我告诉你啊 因为明天才是最美好的一天 明天 为什么 千千姑娘有所不知啊 因为明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哦 是你生日吧 才不是呢 明天是静荣师妹的生日 从我十二岁开始 每一年我都要挖尽心思为她庆祝 哦 原来如此 如此说来 当然是美好的一天了 可是今天我一觉醒来 觉得非常烦恼 为什么 今年机缘巧遇 净容师妹尽在咫尺 可是我完全想不出来 该怎么为她庆祝 送她一样什么礼物 哦 所以呢 你就向我们两个请教 对不对啊 不错 你们是女子 女子比较了解女子的心事 嗯 这个嘛 本来帮帮你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朝廷不是恶兵啊 没问题 你们喜欢什么首饰 我马上去抢来给你 我们才不要这张呢 那我该怎么办 女孩子 有时候啊 是需要多想一想 才能想得出来 到底要什么嘛 这样吧 你答应我们俩一人一个条件 只要你保证 不再干做奸犯科 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我们就帮你 嗯 至于 你答应我们的事嘛 可以慢慢再研究 好不好 成 那你们快帮我想 明天要怎么做 才能让静荣师妹开心 这个嘛 好好想想啊 快说啊 哎呀 世间有些男子啊 故作冷傲 实则呢 不解温柔 这是最令女人伤心的了 哎哎哎 我不是我不是 哦 当然关大侠你不是了 像你这种痴情的男子啊 世间少有 嗯 其实呢 世间的女子谁不想欣赏人 费尽心思 为脖自己一笑呢 就算是不会耍花招的老实人 真情真意 也绝对可以令女性的心融化的 最恼恨的 就是那种想爱不敢爱的男子 才是最窝囊的 哎 我这种人绝对敢爱敢恨 只要静荣师妹肯嫁给我 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娶她 嗯 所以啊 你才算是真男子嘛 千千姑娘 还是你 比较了解我关于楼 嗯 嗯 那好吧 待会儿我们带你去个地方 告诉你明天怎么令静荣师傅心花怒放 嗯 那太好了 哎呀 看这样行吗 哎呦 哎呦 再来一次啊 我的几个孙子还算是挺活泼的 爹 我请来了几个教书的西宾 都是宝学之士 您的孙儿啊 才三四岁 就都已经会永诗作画 啊 你给他们买玩具 都是怎么买的啊 哦 很公平啊 一人一见 让他们兄弟之间不要为了玩具而争吵 错了 爹 爹 您的意思是 哼 哼 救我呢 得让我的孙子知道 一切来之不易 他的爷爷能有今天 就是不断地强 不断地夺 把前面的障碍 一个一个地铲除掉 把反对我的人 一个一个地消灭掉 才能有今日的权威 不是这样 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明白 只有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东西 才能变成自己的 哼 可是 我的干女儿 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三娘知罪 三娘已经布下金光剑阵 以为可以十拿九稳 我实在没有想到神火非亚的威力如此之大 才让他们逃走了 可是 我听说 你多次下令 对付那天下第一杀手平常 只要抓活的 你对他 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绝对没有 干爹没有逼你 如果在七天之内 还拿不到神火非亚 那你又怎么说呢 听由干爹处置 好 这是你说的 如果再完不成任务 你的位置 就由血蝙蝠顶替 三娘听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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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让他们这么抢 本相的孙儿 不会抢别人的东西 那 还配姓秦吗 带我到山上来干什么 难道这里藏着什么绝世奇珍呢 山上没有 山下才有啊 那我们老远 跑上山来干什么 哎呀 可是要上来才能看得见呢 有什么东西是在山下 而在山上才看得到的 哎呀 快点快快 你看 这一大片黄花田 不是挺美的吗 啊 美是美啊 不过不是太普通了一点吗 就是整片送给静荣 也不会见到心花怒放 如果只是这样 怎么能显出你关大侠的心意 当然是要加到功夫上去了 嗯 不瞧 好啊 实在是太妙了 这种主意 我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 那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去找花农去商量一下 好 马上去 行 那你成了 哎哎哎哎好了好了 我看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好 不要再争了 就这样了啊 没问题 就这样了 那就快去动工吧 好好好 明天四十一定完成 好好好 喂 你爹的年纪多大了 没一百也九十了吧 我爹死了好多年了 那 没事了 哎 哎 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 还不回去约你的静荣师妹 我这就去 明天师妹一定会很开心 静荣师妹 大师兄 再开信 谁的信 是二师兄的 嗯 啊这个人会写字嘛 我从没听说他念过书 哎呀大师兄 这么多年了 你还这般小孩子脾气 二师兄来信 是说知道豪侠的人 在我这里暂居向我道谢 根本是一封礼貌上的书信 你犯不着生气啊 颜体信这个人 我就是不喜欢 从头上的头发 这脚底的皮 我都不喜欢 哎呀 光阴匆匆 我戴发修行 也已十多年了 你还是为我和二师兄搞不合 真是我的罪过 阿弥陀佛 师妹 这全是颜体系 那个混蛋的错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万般罪孽皆有缘起 我就是缘头啊 哎呀你别这样啊 都是大师兄对不起你啊 让你这么不开心 只要你能跟二师兄前嫌尽事 我就会很开心的 哎呀好了不说了 哎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约你去登高 又不是重酒 春寒料翘 登什么高二 天清气浪 汇风合唱 不登高远跳 倒真是浪费了 壮丽河山的景色 我这两天有点咳嗽 还是不易出外 怕再受风寒 哎 没事 我运工为你输真气 早上一个大周天 就马上好了 不用输真气这么劳累 我去打个座就可以了 哎 那你答应了 答应什么 明天去登高啊 嗯 那一言为定 嗯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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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真好啊 嗯 我想起来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不错 三月初八是我的生辰 好 恭喜恭喜 那边可以看到山下的景色 非常优美 我们过去看看 嗯 来 你看 大师兄 静荣是一个出家人 您又何须为我花这么多心思呢 嗯 应该的 应该的 暴风 天心之意 那真是太好了 好 原来大师兄 已经跟二师兄和好如初 今天带我上山 就是要带我看二师兄安排的这幅花田 大师兄 大师兄 你真是为人磊落宽宏大量 我一直错怪你了 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 你高兴就是我高兴 我心情很好 待会儿下山 由我下厨煮摘菜给你吃好不好 要好 我有得吃 你这混蛋没得吃 来大师兄你多吃点 这是静蓉特意为你做的 那这个也很好吃的 还有这个 平常大侠呢 哦 他怕狄三娘再来偷袭 正在诸葛夫妇工作的阁楼外面保护呢 那我令人多送一份摘菜上去吧 不用了 还是留给关大家吃吧 他那么爱吃你煮的菜 我煮了甜汤 进去看一下火很快出来 你们两个家伙 简直就是出卖我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啊 还装算 割花田花了我二百两银子 可是割下来的花 却在下角堆成了铁心之意四个字 你们还不是跟我作对啊 我 我没干那种事啊 我不相信 你们俩都是他的人 我不是啊 我连岩铁心长了几个鼻孔我都不知道 我不管 总之你们两个是恩将仇报 把我的一番心血 全送给严铁心这个老小子 当现成便宜 大师兄 师妹我 原来你跟二师兄根本没和好 我怎么会跟他和好 这辈子都不可能 看来我是空关系一场 你走吧 金融师太 你们都可以留下 可是我不想再见大师兄 你 你们 你们联机手来对付我 关大侠 不用说了 你们都不是好人 我走 关大侠 由他去 我赶他走已经不下三十次了 他最远不会离开这里五十丈 我是怕他误会啊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不是我们做的 那会是谁啊 进来 参见底姑娘 那关玉楼已经离开静荣雅院了吗 已经远去 我的手下见他故周渡江而去 我一直担心的就是他跟平常双剑合璧 现在弃走了这个人 我们就可以大举进宫吧 第一姑娘神奇妙算 人所难解 我们一直处在强势的一方 所以我们可以付得起忍耐的代价 他们知道我用毒强 却不知道我易容术更强 我一直藏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这一招离剑计真的很有效力 他花了二百两 我们花了两千两 也还是很值的 第一姑娘英明 他花了五千・三巫 我花了一千 我花了 她花了一千 我花了五千 他们两个还挺恩爱的 容易满足就容易快乐 可是我总觉得你不快乐 国家多难 奸臣当道 生灵涂炭 有什么能值得我快乐 可除了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对信念的坚持 对承诺的坚守 这些都是挺美的呀 你说的这些 我只在几个人身上见过 炎铁心是一个 他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还有呢 你可以算半个 我 算半个 为什么 我觉得你是一个守信重义 尊重感情的人 但是我跟你接触的时间很短 我不敢断定 你和炎铁心接触的时间也不长啊 男人跟男人之间 有时候素未谋面也能肝胆相照 女人不一样 你好像很怕女人 世上有香香跟狄三娘这种女人 你觉得不可怕吗 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狄三娘和香香那样 我就遇到过一个 而且你爱上了她 那是我的初恋 当时我只有十七岁 她叫莲花 比我大两岁 我为了表示爱她 我平生第一次杀人赚了五千两 把赚到的十五万两全交给了她 可后来我才知道 其中有五个是她的情夫 她在我面前 纯洁得像白雪 实际上 却是一个淫妇 我跟她一起已经两年了 可最多就是拥抱她一下 就连亲她一口 她的脸都会红到脖子 可是她跟酒馆里 一半的汉子都睡过 我却还蒙在鼓里 在我心中 她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是澄清要欺骗你吗 其实我后来知道了 知道她勾搭上了风神豹 风神豹 风一震她爹 她为了取悦风神豹 把我出卖 偷了我的剑 约我去酒馆 但我到那儿的时候 已经有三十个捕快在等着我 也就是在内战 你杀了风神豹 那她呢 她说是风神豹逼迫她的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心中 她突然死了 我不理她 走了 不快为了交差 把她送到衙门 说是我的同堂 听说她在牢里 被人打断了两条腿 就没有消息了 真是不好意思 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其实我早就不讲这些了 只是今晚太寂寞了 这儿有酒 不如我陪你喝一杯吧 可是酒永远治不了寂寞 有酒加上朋友就能治了 而且非常理验的 来 谢谢你 在我失明的时候 对我不离不弃 应该是我谢谢你 当时我的内伤还未痊愈 要不是你听声出招的话 我恐怕已经死在林子里了 那就干一杯吧 祝我可以成为你生命中 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 而不是半个 好 干杯 这个就是神火飞鸭的图样 如果你们那位东郭先生 不是烂鱼充数的话 看完了之后 就可以很快地制造出来了 这个你放心 上次他造了八只飞鸭 也只用了半天的功夫 太好了 我们可以拿回去复命了 不行 为什么 你不是答应 要给我们易容的吗 两位放心吧 待会儿吃完饭之后 我马上给两位易容 七天之后拆开纱布 保证你们的容貌 跟以前完全不同 那你一定要把我们变得 让别人认不出来 一定的 那别吃饭了 事不宜迟 尽量弄得好看一点 既然两位如此心急 那好吧 义震 我马上和颜大哥联系 一联系上 就劳烦你把图案送过去 行吗 好 没问题 那二位到后堂 现在就开始易容吧 那个扁姑娘果然是神医妙手啊 她拿把刀子在我脸上晃啊晃啊 竟然一点都不疼 你疼吗 不疼 当然了 人家扁姑娘是神医扁雀的后人 她动刀之前不是给我们喝了一碗药吗 那个药啊 我看就是当年华佗 为关云长挂骨疗伤所用的那个麻肺汤 娘子啊 你不读三国志 不知道当年关云长挂骨疗伤 并没有喝麻肺散啊 而是咬紧牙关 这个不重要啊 现在我们的容貌已经完全的改变了 秦桧的人啊 就是站在我们的面前 他也认不出来 相公我有点内疚 内疚 内疚什么呀 我们在画图之时故意把最重要的 调配火药一张 没把分量写下去 如果他们调配火药的分量不对 威力就会大大的减弱 我觉得有欺骗人家的感觉 哎呀 这叫留一手啊 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了他们 他们肯定就会杀人灭口 你我的性命就难保了 啊 相公 你真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哎呀 所以说你们是妇人之人啊 我们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杀了我们秦桧的人也难以溃得神火飞鸭的秘密 这样一来他们不就稳操胜券了吗 不过相公 我觉得扁姑娘和凤姑娘他们不像这样的人 哎呀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反正我们现在的容貌已经改变了 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辞而别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呢 再故意把我们缺了的那一段给他寄回来 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对 就这么做 相公 好 我们现在就走吧 要等到月黑风高之时啊 过去 这 神经病 好 我 好 我们赶了五天五夜的路 也应该脱离虎口了 那可以歇一会儿了 哎呀 应该睡一觉了 哎呀 先别睡 我们把纱布拆开 看一看我们的心面孔 怎么样啊相公 对 快点投电 找个房间 两面镜子 看看我们的卢神真面目啊 好啊 走啊 你准备好了吗 嗯 那开始吧 哦 一 一 二 等等等等 怎么了 万一拆开纱布以后 我变得很难看 你变得很漂亮 你还会像往常一样爱我吗 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会像以前一样爱你 但是如果拆开纱布以后 你变得很英俊 而我变得很丑 你会不会一情别恋呢 那当然了 人之常情嘛 你说什么呢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也知道你相公是非常之人哪 你怎么可以用常人之情来度我呢 我不会的 真的吗 嗯 好棒啊 嗯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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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太危险了 他们一定是发现我们给他们的那份火药分量不对 所以把我们的脸给兑换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只能回去 求他们换回去 不然这样出去走到哪都会被人家抓住 那快回去吧 别急 睡一晚明天再走吧 你真的把他们夫妻的容貌对掉了 是啊 我只答应把他们的容貌改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可是没说该怎么改啊 我一直以为苏温的为人非常的善良 还担心他和江湖中人交手会很吃亏 原来也是他小狐狸啊 其实我的性格很像我爹 小时候我见到一只鸟腿断了 就尽力把它治好 如果治不好 会哭个没完没了 还好我妈教我 在治好别人的基础上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在不害别人的原则下 自己什么都要留一手 还好东国人的信一早提醒了我们 图样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火药的份量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拿到图样就仔细分析 要是让他们易容走掉了 以后就很难追回了 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往回赶呢 外面出现了大批人马 东南西北四方都给堵住了 来人都是弓箭手 而且每个人手上都有黑布包裹的盾牌 我一声令下万箭齐发 进来了 快趴去 好厉害的剑阵 这本是岳家军的剑阵 没想到被秦毁的老贼收为挤用 糟了 敬荣师傅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现在在阁楼上 回家去接一趟 等会儿 你也来 我们不是一起喝酒 一起杀敌的好朋友吗 算你是哥们 禁荣师傅 不要过来 他们的剑已经全上了弦 不杀我 就是多引几个人过来才放剑 放心 我们会救你的 你们过来 只会多牺牲一条人命 何苦呢 我是出家人 把生死看得很淡 放箭 师妹不用怕 我来了 探阳 关大侠 你不是走了吗 我就是生气 师妹有难 我一定会回来保护她 只要我有一口气 就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她 师兄 你不用扶我 你受伤了 放心 我带你出去 出去我们挡得住 那么厉害的剑吗 不行的 他们有金光遁阵 在如此强光之下 我们是看不到剑 从什么方向过来的 师妹 师父的那一对 锋里无名的宝剑还在吗 在 这一对鸾缝和鸣剑 我一直珍藏着 我们就用这一对宝剑 是让师父装炮围困的 比翼双飞剑法 应该可炮剑阵 可是我受了伤 怕使不动 也对啊 那怎么办呢 这桌面 挡得了一阵 挡不了一天哪 而且 宿卫和封印镇他们还在下面 一定要杀出去 比翼双飞剑法 虽然一学一用 但是一定要两个有默契的人同时 才有威力 凤姑娘跟我又没有默契 平常 你有信心吗 你们两个 你叫我一个 跟叫两个没有什么区别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有的默契 我之前双目失明 平常声音未好 在林子里遇到了目护法 平常受我口诀 我听声出招 居然打败了目护法 平常 你用我受的剑法 不觉得辱没了你吗 大帐我不去小结 好 冲你这句话 我关一楼 救你这个朋友 那就快受我们口诀吧 第一招 难夺女幼 男上时雪花盖领 女下时老树榜根 放剑 什么剑法如此厉害 金光顿阵 是 祝лю 老65 金光顿队 老十 你们两个果然有默契 是关大侠教得好 什么时候喝你们俩的喜酒啊 关大侠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这种事情是骗不了我的 虽然我关羽楼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 可这些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怪不得你看出 静荣比较喜欢颜铁心 你这个混账东西跪瘦我伤疤 我跟你决斗 你站住 我实在跑不动了 没多远了 马上就要到静荣雅院了 我一大袍尿都没地方撒呢 讨厌 那你去尿啊 那我去尿了 我也去 给死的平常 刚才跟凤莱仪这么情投意合 为什么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得来全不费功夫 好 相公相公 我知道你老婆才是发明神火飞鸭的人 谢谢了 水护法呢 他不会迟到啊 水护法被宰相差遣做别的任务 令小的来接你 我爹从不调用我的人手 他身边除了你之外 还有三大高手 要水护法何用 恕在下地位低微不知道了 知道自己地位低微 就别妄想可以取代我的位置 恭喜狄姑娘 已抓到了诸葛朝明 本座向来出手都是十拿九稳 不像你 花那么多时间还抓不到人 属下知罪 属下愿带狄姑娘把此人送回校府 知罪就滚开 给我匹马就行了 我亲自押她回去 属下本来就无罪 刚才之所以请罪 就是因为这一掌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不怕杀头吗 你死了 我用化骨粉化了你 谁知道是我杀了你 你好卑鄙 不卑鄙就不会投靠秦桧老贼 你这黄毛丫头 何德何能一直骑在我的头上 你知道吗 我等今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就是等今天这个机会 第三娘你死定了 蝙蝠大哥 我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 都是我不好 只求你饶我一命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你别跟我来这套 你这毒女全身上下都是毒 想引我过去让你下毒 你这种手段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你当日替我加强 血蝙蝠毒涨的剧毒 才能伤得了颜铁心 这我可没忘记 我干爹最疼的是我 如果我失踪了 你一样是死罪 你骗小孩可以 那混蛋最疼的是自己 儿子孙子在他眼中都是工具 他随时可以牺牲 你的干哥哥秦喜根本就不是他亲生 他本姓王 是你干妈秦王氏的侄儿 你好大的胆子血蝙蝠 你看看老夫是谁 怎么下 老夫早知你有反意 今日你果然露出了真面目 嬴王 替我把这反贼拿下 原来你这贱人在搞鬼 你咱娘 虽然你逃得了性命 却逃不了任务失败的罪命 主可超明在我手中 功劳就是我的 以后在宰相面前 没你收好处 用了这金疮药 大师的剑伤十日便能好了 谢谢扁姑娘 不客气 好 看什么 羡慕你们呢 羡慕你们竟然把我家世的比翼双飞剑法 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们知道吗 当日我跟我师妹用着剑法联手抗敌 威力也远不如你们今天发挥的大 平常 以前我可能并不是很看得起你 可是从今天开始 我要对你另眼相看 您说出这种话 这已经是很大的夸奖了 我可没夸你啊 出事了 出事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 赖三呢 他 他被狄三娘抓走了 岂有此理 又是狄三娘干的好事 表嫂 我们去追 追不到了 我看他正被带往去临安的路上 叩剑在下 人带到了吗 带来了 就在箱子里 打开 看 见了宰相还不下跪 想不到如此厉害的神火飞鸭 居然是个村公模样的人发明的 松绑松绑 儿 疸 � edit 疸 疸 疸 老夫就是情愧 要 吃火锅 right 知道这风波停吗